我们有的时候还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搜索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知道美元里头 它的硬币是有名字的 不像我们在人民币说五分的一毛的 它有英文单词去对应一些硬币的 比如说它的这个一分钱 它叫做Penny 然后它的五分钱叫做Nickel 然后十分钱就一毛钱的叫做Dime 然后这个二十五美分的叫做一个Carter 这可能是美元当中用的最长用的一种硬币了 然后呢五十美分的这个就没有什么想法 就叫做Half Dollar 有一个数字对应有一个英文单词 如果我们要写个程序来做搜索 说你输入一个数字 比如说十表示说是美分 那么你的程序要给出那个十美分所对应的那个答案 那么这样一个查找应并名称的程序该怎么做呢 老规矩 先定义接口 再考虑实现技术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类 叫做Coin 它需要有什么样的接口给人家 然后人家能够说我给你一个整数 你给我一个名字 对吧 所以大概应该说我们要有一个Public 会返回一个Stream的叫做GetName的东西 然后给的是一个面额Amount 根据这个Amount能够给一个Stream 为了不让他抱怨 我们先随便给一个空字复传 接下来该怎么做 有人说哎呀不就是这么点东西吗 Switch Case 是不是Switch Amount 然后这个Case10的时候 Return一个这个什么Dime 太难看了 真要这么做 当然能实现对吧 但是这个实在不够优雅 我们希望Graceful 怎么能够让他做的优雅一些呢 比如说我们希望体现在代码当中 硬编码的东西越少越好 本来不过是些数据嘛 一些数字对应一些字符串 这是数据 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些比较聪明的代码 这些代码和具体的数据是无关的 我今天有一分钱对应一个Penny 十分钱对应一个Dime 有这样的一些数据 我明天换成别的呢 50对应的是五毛 我能不能也利用这样的程序框架来做事情 不要硬编码 那怎么做 数组行不行 比如说做个好大的数组 一那个位置上面放的是一个Penny 十那个位置上面放的是一个Dime 也不是很漂亮对吧 数组啊 ArrayList做这个事情也不是很漂亮 我们需要引入新的结构 是这样 看我 我们在Coin这边呢 有一个新的结构叫做 HashZ吗 不是 HashMap 它的Key是Integer 它的V是Stream 然后我们把它叫做 CoinNames 等于你有一个 HashMap IntegerAndStream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 Hash表 Hash表是什么 Hash表是一种数据结构 在这种数据结构里面 所有的东西是以一对值放进去的 一个叫做Key 就是它的键 一个叫做Value 就是它的值 放在Hash表里面的所有东西 都是由一个Key和一个值来放进去的 我把它放进去的时候 告诉Hash表说 这个值它对应的就是这个键 当我把它取出来的时候 说你给我把那个键 所代表的那个值拿出来 HashTable Hash表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那么好了 我们有了这个之后 怎么去把这个数据给初始化起来呢 当然需要构造器了 所以接下来 我们需要有一个Coin的构造器 它里面做的事情呢 需要往这个CoinNames里面填一些东西 这个时候填的是叫做Put Put进去一个Key和一个Value Key的类型是Integer 等等 为什么Key的类型不能是Int呢 比如说我要是这儿是Int 马上就错了 这是一个面向对象的世界 在这些容器里面 Hash表依然是一种容器 只是一种特殊的容器 在这些容器里面 所有的类型都必须是对象 而不能是基本元素 IntFollow的Double这些都不行 String可以 Integer可以 Integer我们在入门课程里面提过 Integer是什么 是Int的包裹类型 所以我本来其实 我确实只要一个Int就可以了 对不对 10 50 20 25 没有20啊 25 但是为了放一个Int进去 我必须放一个Integer Integer是Int对应的那个类型 好 那我们来Integer Integer 那么我们往里面放 比如说我们要想放1 我直接放一个1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 讲到包裹类型的时候提到过 一个包裹类型的变量 可以直接接收它所对应的基础类型的变量 对吧 所以Integer的一个变量 让它直接等于一个整形的I 整形的1 2 3 4 没有用法问题 所以我们就这样说 我们要放1这个key 那个位置上面呢 我们去放Panic这个单词 然后顺势把所有东西都做完 当然是拷贝粘贴了 好 我们需要有5 我们需要有10 我们有25 我们有50 然后呢 10呢 是叫做 Time 然后25呢 叫做Quarter 希望我拼对了 50呢 叫做 Half Dollar 好 我们这样子呢 就往这个 CoinNames 这个Hash表里面 放进了4个值 每个值 是有它对应的key的 接着 在GetName那边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 Return了 CoinNames里面的 去Get 这个 Amount 得到的那个结果 如果你 给了我一个10 我就给你答案 我们来试试看 它是不是真的能做到这样 我们呢 不妨把这事 稍微做大一点 我们有个scanner 然后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 Coin的对象 是吧 小Coin 等于New 这个Coin的对象 接着呢 我们让这个Coin 帮我们去看看 说 你看看 叫做Amount 如果Amount这个东西 它有没有什么值 得到了这个值之后 我们把它 交给一个 Stream的变量 Name 然后呢 我们把它给输出了 我们来跑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说 25分前是多少呢 Quarter 假如 我很坏 问他 15分前是多少 这是N-U-L-L 我们见过这个东西 表明说 没找到 如果一个 HashTable 一个HashMap 这样的一个Hash表 返回给你的结果 是一个N-U-L 我们知道 它的 在Hash表里面 所有的Value 都一定是对象 所以它返回出来的 一定是这个类的 一个管理者 对吧 那么如果 存在这个东西 返回给你的 一定是个有效的东西 如果不存在 它就会返回一个N-U-L 返回一个N-U-L 表示说 我没找到 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太希望 它返回N-U-L 我们希望在 查找之前 能够先知道 它到底在不在里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用到 它的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 那我们可以呢 先做一下判断 说如果 这个CoinNames ContainsKey 那个Amount 如果存在着 Amount的 这样的一个Key的话 那么我们Return 这个Amount 所对应的那个Value Else 我们Return一个特殊的值 比如说 NotFound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是10 OK 还是答案 如果我们是15 就是NotFound了 然后 如果 我现在呢 在这个 放了个50之后 我又放了一个50 然后呢 说这个东西呢 是5毛 我们来试一下看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我如果 问他要50 这个Key 所对应的东西 他是不是会给我 HalfDollar和5毛 两个呢 我们来试一下 说 我要50 那就是5毛 我们还可以 再试一件事情 我们不妨 让他在 构造这里啊 我们反正做调试用嘛 加点代码 说你这个时候 告诉我 你里头有多少个东西 有没有这样的函数 能够给我得到这个结果的 那么 实际上呢 他不能直接告诉你 他有多少东西啊 他能够做的呢 是给你一个Key Set 告诉你 他的 所有的Key 有多少个 把所有的Key 都做成了一个 HashSet 就是 那个集合给你 然后呢 在这个上面 你可以得到一个Size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大小是多少呢 我们需要先输入一个东西 是吧 先输入一个比如是 然后他告诉我说 现在呢 这个集合里头啊 这个 这个 Hash表里面 所有的Key 合起来 总共只有4个 我明明放了5个 对吧 但他说只有4个 我们还可以再试一件事情 你看啊 事实上呢 我们知道 之前容器 都是可以直接去输出的 对吧 那么这个容器 这个东西 HashTable 能不能直接输出呢 试一下 随便先来个值 有 他给我们输出了 这么好看的一个东西 他说 在这个HashTable里面 有什么呢 50等于5毛 1等于Penny 25等于Quarter 10等于Diam 确实就是 原来的那个50等于HalfDollar 没了 因为对于Hash表来说 件一定是唯一的 所以 如果你多次放同一个件的值进去 不管那个值相不相同 这个无所谓 只要是同一个件放进了多次 那么留下来的 只有最后一次 这是Hash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另外呢 我们在这也看到 我们直接Hash表也有突死菌 是吧 所以它也可以直接被输出 可是有的时候 我不是要突死菌这么简单 我就想便利 这个Hash表里面 所有的件和值 该怎么做呢 没有非常简单的方法 不像这个 arraylist或者HashSet 我直接一个for each 循环就可以便利了 对于一个Hash表来说 要便利 你得这么做 我们这儿啊 其实出现过 我们有KeySet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样做 说 for Integer 可以在 CoinNames的 KeySet里 因为CoinNames的KeySet 就给出了这个Hash表 所有的Key的那么一个集合 然后呢 我们做个for each 对这个Key的集合 做一个for each 得到了它的每一个Key 然后 StreamS 就可以等于CoinNames 的Get 那个K 然后我们可以输出这个S 你看 这个方法就是说 我让它给我 列出它自己所有的Key 然后我便利所有的Key 拿每一个Key 让这个Hash表 去拿出来它的那个Value 然后呢 从而得到了它的每一个Value 结果呢 就是这样的 五毛PennyCounter 答案 这是它的 我的那个for each循环 所做出来的结果 并非要 然后呢 然后呢 再加热